今天來教大家做一個比較簡易版的 家常牛肉麵 那我會混合紅燒跟川味 我個人喜歡牛腩 牛腩的話因為它有油脂 還有有筋 它的口感是非常特殊的 開大火乾鍋把它炒香 就像煎牛排一樣 下面平焦了 這時候我們再來翻 差不多之後呢 我們加一點鹽 欸不是 包一下 糖 旁邊有油脂產生對不對 那我們準備了大蒜 洋蔥 薑片 蒜白 紅蔥頭 因為洋蔥有水分 所以下去之後呢 它的油水會開始比較多的時候呢 這時候我們加花椒 一定要炒一下 會比較香 久的話我今天用的是紹興 香氣一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轉小火 然後呢我這時候會加辣豆瓣 大概一匙就好了 然後呢一點點的甜麵醬 取代醬油 辣豆瓣的香氣慢慢的產生 然後你看它的顏色會還越深的時候 加一點點的水 因為你要避免我們的中藥啊 直接接觸到熱源的時候 一焦之後就會苦了 我們加兩個八角 這是草果 這是桂皮 川奶 滷東西少不了的就是月桂葉 這樣香料的部分我們都放好對不對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要放 讓它湯頭可以填的元素 黃乳波 那我用新鮮的番茄來取代番茄醬 好了之後我們就要把它水蓋過去 那當然用高湯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讓它滾完之後 我們再來調味 你在燉這一鍋的時候 你味道要拉重一點 然後呢再去兌其他的高湯 讓增加鮮味有很多種方式 一般家庭比較能取得的 就是雞粉 我們加一點點雞粉進去 燉的時候記住 要轉小火 這樣的量 這樣的火候 大概一個小時就可以了 我怎麼都會煮啊 從西式都難不倒我耶 他們一開始吃到的是 番茄的酸度在裡面 洋蔥啊那些辛香料 加上牛腩本身的甜度 還有紅蘿蔔 它麻會留在這邊 配合 啊啊啊啊啊啊 會不會沒有人來找我主持那個 美食節目 很會講喔 很久很會講 不要再給我亂上字幕了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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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 XXXX